大鐵人出動 華理智 讓你知道 它是鐵造 力量大到無譜 華理智 讓你知道 它是鐵造 用電子發動 適合起舞 聽完這個完全是騙生氣的主題歌 當然是怎樣 不用說都知道我們今集說什麼 我們今集是說這個 不是這個 大鐵人十七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拿著這個 因為我二十四歲的傷害時 我不太知道什麼 其實這是什麼 這個嗎 我在家人的籠底裡找出來 這張是一張黑膠唱片 沒錯 其實這張唱片就是我媽媽買給我的 這張是什麼呢 其實根電視台已經不存在 是街市電視台 為什麼突然會拿這張黑膠唱片出來 因為其實香港首播大鐵人十七號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街市電視台裏面做 而當時它是一個三零一部隊 那三零一部隊 為什麼是三零一部隊呢 它是星期六的 它是三點零一分做 而有趣的地方 我前陣子才知道 原來馮智峰是其中一個小朋友的主持 這個我真的猜不到 反正在整整黑膠唱片的時候會告訴我 其實當時有大鐵人和冰河戰士 當時還未叫大鐵人十七號的後期 才叫大鐵人十七號 即是在無線播的時候 還有金剛飛天鑽 這是第一個叫法 就是紫棋鐵人的第一個叫法 還有五勇士 我們就是五勇士 其實這部電影本身也是很長歷史的 已經是差不多四十年 1977年 當時 我這些卡通片都是1977年 對 它當年是很受歡迎 因為看回數字 原來說它第一個大鐵人的玩具 當時是賣了160萬個 那時候我也有那隻輸入金 那時候我也有 那隻輸入金是很重 而且它真的可以完全變形 是挺好玩的 而且它真的成舊 都是合金的關係 就是了 拿來扔人是挺傷的 或者打在自己身上也挺傷的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大概是幼稚園 四歲左右 那時候也很小 很小 我小時候 我現在經常跟人說 我只看卡通片 我不看特殖 但是原來我最近再檢討 其實我發覺我小時候 都看了多少個特殖 就是伏窩三劍俠 恐龍炭競隊 大鐵人十七 我知道有些人說其實是一七 但是香港人那些都叫十七 還有 為什麼會喜歡看特殖機械人呢 其實我那一代認識的第一個特殖機械人就是他 雖然我之前還有一兩個 就是 陈志豐正在弄的那個 但是我才還沒開始 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他 我為什麼這麼喜歡他呢 其實 比較在當時的動畫機械人來說 其實他比較是真實系 他的造型是偏真實系 而且他本身因為他是特殖 他有舊化 當年已經有舊化 真的 他存在感強一點 但其實我是很怕看這套 我要捉我媽媽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時 大鐵人十七號 他頭那幾話 他是 我忘了多少話 他是不會說話 他用了都好像引擎聲 咬聲 對 很害怕 對 變成聽到這些聲音 小時候真的很害怕 因為他的設定是不錯的 他說地球有一個超級大電腦 有些是Matrix 超級大電腦就叫做智慧 智慧 智慧 智慧就跟Matrix一樣 就發現原來人類才是寄生創 我就趕著人類 當時那個智慧大電腦 他就不斷做巨型機械人出來 毀滅地球 就是去殲滅人類 這個大鐵人十七號 就是他第十七號創作 他是第一個有智慧的大鐵人機械人 他就違背了智慧 因為他自己就寄生了 他就不認為地球是 地球人類 人類是害蟲 他就想保護人類 變成他就被智慧封閉了在一個山洞裏面 那我藍珠樂有一次 在一個其他的怪獸機械人 侵襲城市 就是去大市破壞的時候 他的家人死了 那他對付 那他等於被別人 說下來 他負責 道理 他 Eller 是 不這樣 他走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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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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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